大家好,在8月份可能很多话也会发现自己的杜鹃花叶片有非常多的黑斑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黑斑病 那么8月份是黑斑病的高发期 因为这个时候本身处于一个闷热的生长环境 再加上杜鹃花又喜欢一个相对比较高湿的生长环境 像这种情况下非常容易滋生这个黑斑病 那么黑斑病我们一定要提早预防 如果等到已经感染了,对于蜘蛛后期的生长非常不利 很可能会造成大量掉液成光感的现象 杜鹃花预防黑斑病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戴生猛心 戴生猛心是一个保护型的杀菌剂 它不仅可以杀灭病菌 还可以在蜘蛛表面的形成一个保护膜 那么我们一般家庭使用的话 将它兑水稀释1000倍 然后一个月给它喷湿一次就足够了 如果叶片上已经感染了黑斑病 如果不严重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些有黑斑的叶片清理掉 然后再给它喷上戴生猛心 能够有效控制 但是如果黑斑非常多 那么我们就只能够给它用上这种渗透力 和类似性比较强的本甲笔座纸 这个本甲笔座纸它是胶囊型的 我们一般取一粒 然后兑水500毫升 给它每7天喷一次 连喷两次到三次左右 就能够有效控制这个黑斑病了 当然预防是最重要的 因为等到已经感染的话 蜘蛛的生长也会受到影响 就算能够救治回来 可能蜘蛛长势也会越来越弱 好了 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